时间来到了8点02分44秒左右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不停的有住户往这个门外跑了 现在这个小女孩呢 她的病情非常的危重 那我们可以看到她妈妈在旁边也非常着急 现在马上咱们是紧急的 很多专家会在这个地方给她进行一个紧急手术 武警司刊总队翻阅他方 步行进入到保兴县的林安正宝 香园要从这条路然后运上来 那么里面还有那么多的香园 我们看看原处呢 还有很多的人等着 正在发放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 现在老百姓最需要的一些饮用水和一些食物 四川人民有着抗争救灾的 四川不息奋斗的经验 传统和精神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中天新闻开放新中国节目 在512汶川地震五周年前夕 一场规模七的亚安庐山大地震 再度触动了四川人的敏感神经 汶川地震的遇难和失踪人数高达8.7万人 而这次呢灾处的范围虽然小得多 但是每一条宝贵生命都是无价的 遇难和失踪的人数截至4月25号上午为止 总共是196人死亡 21人失踪 还有11000多人受伤 而灾难当中的温情守望相助 让同样地震经验丰富的台湾民众感同身受 五年前这场汶川大地震 是当地灾民心理上的一个伤口 那么这次亚安地震呢 让老家在灾区 人在外地打工的游子们紧张万分 中金新闻团队前进灾区的时候 遇到一个在南京打工的男子 他知道家乡发生大地震 但他怎么样也联系不上家人 于是他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 转了好几趟车千辛万苦 辗转回到了庐山 触目所及家园残破不堪 但最重要的他的家人都平安无事 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是放了下来 清晨五点多天都还没亮呢 我们就跟着救灾队伍准备上山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小蒲 一个不得其门而入的游子 小蒲飞了三天三夜 不知转了几趟车就快到家门口了 却遇上了灾区的交通管制 没有证件上不去 于是我们决定载他一程送他回家 我现在坐到他们几车的车 往路上走路上我的车上去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拜拜啊 常年在南京打工 一听到老家发生大地震 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赶快回家 一上车小蒲的电话没停过 眼神焦虑直盯着眼前的路 只是眼前的景象让小蒲越看越担心 他不断地探出窗外 用力搜索家人的踪影 终于他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夫妻相见一颗悬着的心才得以放下了 替老婆擦去眼泪 深深的拥抱代表了千言万语 饿了三天食不下宴的小蒲 终于能安心吃东西了 蹲在帐篷外看着老婆很满足 你烟车吧 看到了老公回来我们很感动 叫他给我爸妈打电话 他就回来了 刚刚看到他 刚看到他就想跟他讲什么 跟他讲第一句话的什么 你没有 才跟老公描述完地震当天的情景 这时突然一个天摇地动 来了个强烈余震 他走到墙而已 那个房子就是黄的黄金 不行 我们俩刚好走一走 如果还好最安全的 那房子 我刚刚走到那个房子 装住吗 那个房子 我一过去 都跑了两步 一样就过来了 一过来就没 又没有了 刚刚地震有声音 有听到吗 没声音 超过四千次的余震 看到老婆安全 小婆决定再往山上走 因为母亲住在更远的山里 至今还没联系上 车不能通 只能骑摩托车 走三十多公里 崎岖的山路 张家打点的 他们蓬蓬打点的 江湖蓬蓬打点的 江湖蓬蓬 没有对 大爷 大爷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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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的树林 传来妈妈的声音 熟悉的家人 全在那儿 好在 一个 也一手 见到儿子 婆妈妈笑得好开心 虽然现在全家人 都挤在这 临时搭的帐篷中站住 妈妈知道今天儿子会回来吗 还是刚刚 不知道吗 不知道 才能才晓得 走进来你才知道 哦 这里才晓得 电话也联系不上 刚才 你没得见 所以刚刚看到他很开心 心里还是开心 我看到我妈妈哭 我说一句就我都想哭 今天你们在下面采访我老婆的时候 她也哭了 吃完饭 妈妈带小婆回家看看 但家已不成家 妈妈 在你们家 这原本是你们家 这原本是地震是她的 早上的时候 原本是什么地方 厨房吗 厨房 厨房 哇 哇 好像这个样子 我想 早上的时候还在家里 那天听妈妈他们刚才说 还在家里做饭 屋内屋外没有一处完整 儿子陪在身旁 扑妈妈又红了眼眶 房子他们这样 人心安全是最好的 房子他们这样 人看了就伤心了 妈妈眼睛又红了 妈妈是这样的 不是 我只要看到我妈妈身边好 健康就行了 房子塌了 无所谓 延安距离汶川只有160公里 对于五年前恐惧还在 难得回家一趟 却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好在全家人平安无事 这样就足够了